另外来看到甘吉市讨论的议题 甘吉市铁路各界划纪入行政与前段基础建设计会已经二代当工 我会看总管铁路的水平大球专会引起地坑一代的讨论 甘吉市议员吴上名今天总结导定案铁路各界划的进度 要求市长头新帖组成专案办公室定期向议会以及市民来回报进度 同时进一步标态支持贴族水平大球打通中行路到新民路的经济上压款 已经发28年的甘吉市铁路各界划纪会划纪入行政与立入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已经临前在今年是新出港甘吉市宣布年代要来专家 铁路各界划纪定也认为这一次定期会的交定 甘吉市议员吴上名在23号中结寸 就要求市长头新帖要组成专案办公室定期用多久来睡眠着更新的进度 我希望说市长头新帖要组成专案办公室 你也要组成专案办公室 要报告市长头新帖要组成专案办公室 不过市长头新帖要组成专案办公室 检队就说到他各界划线 虽然大家因为铁路各界划线之后 要认为准备的三条五上名标台以及其体力 现在这么说 总道理是这条五上名标准 这属性 这不是干净的问题了 这要准备以后才要准备 好 毅市长头 在这条廟后 整四名楼到九名楼到三名楼到三名楼 所以这条条铁路到这条 虽然是做了也复 但是我们应该不拚到七个岗 对吗 我们到那个完成之后 我们看得到处理 所以你准备以主义我来这条 我跟他说 我不是啦 这都要有一定的时间嘛 当地来说也是要接 这来的轨 我们公民路到七名楼这条 到一个所谓的经济三名标准备 这次的铁路的计划 又让看法不一样 有人认为可以来解决 铁路作为市区发展的 现况也有人反对 因为铁路的计划 就会冲击到 股市区完育的能量向发展 但这次传统 让毛如何更加化 也可压得这种团队的地位 西新新闻 中邮民欧书申 跟这次 蔡宏博乐